SOP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欢迎乘坐中国东方航空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我是13年的时候 到中飞医院开始学飞的 然后到16年的时候回到公司 我工作的时候其实人家是没有找女飞行员的 大时的时候看到我找我就报了 我一看那对照表 简直是量身定制 我条条都 在我们分公司 300人左右吧 我们有5名女飞行员 说起来 我这个人 每次想从事的都是一些男孩子做的工作 我是90年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独生子女 我爸爸就想要一个男孩子的 其实 那我生出来之后他喜欢是喜欢的 就是他肯定心里总有点遗憾 在我出生到3岁他都叫我儿子的 我就可能心里也想证明给大家看吧 男生能做的事情女生也都可以做 我觉得我干了这一行之后 我会有这样的职业病 就是反复检查 教室舱初始准备 四项雷达关 预测风气面关 驾窗语音测试 地面打开以完成测试 可能有的时候交代我爸爸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得到他的回应 我证实他清楚理解我的意思 或者得到肯定答复的 那么我才放心 那有的时候我爸爸都会写我啰嗦 还有另外一个职业病就是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都会有二计划 我的车里 基本上我需要用的东西 只要它不是唯一的 我都有备份 我们每天都有一套机组 是在基地备份的 它从航班的前一天就需要入住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最后一个航班起飞 那么它才可以离开 遇到最美的风景是在 昆明飞西商满纳 所有人是在我们前方的 会有一层宝宝的云 整个的天都是那种飞红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温柔 飞往新加坡吉隆坡的途中 会经过我们祖国美丽的三沙 还有飞乌鲁木齐 能看到那边雪山 我遇到过的最大的流星 我保证你们俩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第二次我们从上海方向进场的时候 突然那么一闪 就是左边的天火红发亮 跟白天一样 我飞了大概十年 就没有见到过这种场景 我想怎么回事 不会是发动机出啥问题吧 整火了吗 我们看一下参数检查一下 还好多正常的 右偏五海里正式了引入 仪表盯得紧的话 那么有点什么问题 我就能第一时间发现 11洞361 那比如穿越高空急流的时候 速度突然之间上去了 那又有超速的方向 那眼睛看到了 马上要做动作 不是这一旁的可能会觉得 我们这个工种会形象比较光鲜 但是真的干这一旁的话 就是日复一日的就是那种坚持 每一个稀小的动作都反复检查 因为我们后面 毕竟做的是一百多名旅客 其实肩上的责任还是比较重大的 特别是当了妈妈 对生命的意义肯定是 就会看的比以前 客舱请完成下校的女孩的时候 看的更重了 开冰 Be ready for descent 我儿子已经药员大班了 不会对我有那种依赖的感觉 他一点都不粘我 但是我想他长大了 应该会明白吧 400 对吧 我就是想当一个 100 above 莫莫无稳的 300 小机长 能平安的飞到60岁 其实风险都化解在日常中 对不对 100 这就是我的愿望 50 40 30 20 re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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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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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